阿翔婚前婚后拆太多五年婚姻危机,老婆痛哭一半已毁了原因让大家超傻眼。 高校主持团体号角详气出道多年,风趣的主持风格和正能量的生活态度,吸引很多粉丝喜爱。 他们多年前各自结婚后,婚姻生活幸福美满,老婆Grace也为她生下三个可爱的孩子,让很多粉丝都非常祝福,羡慕。 不过日前却传出,Grace崩溃哭诉这段婚姻,一半已毁了。图片来源,FB号角响起。 据东森新闻报道,阿翔原本对老婆的外形保密到家。 不过日前,Grace仗像曝光,超高颜值让很多人惊呼不已,纷纷亏她怎么能够娶到这么正的老婆。 事实上,Grace原本是购物台的模特儿,两人原本互不来电。 直到某次她等不到计程车上班,男方贴心接送,才燃起了这段缘分。 两人至今结婚五年多,却传出幸福婚姻早有裂痕。 Grace日前上节目《妈妈好神》大谈生育孩子的经验。 不过话锋一转,她却提到和阿翔感情破裂,她说其实自己是个枕头控。 无论是高度,软硬还是材质,只要自己喜欢就会带回家。 对于枕头的条件也非常要求,行李箱一定要空出一个位置给枕头。 谁知道。 有一次全家回娘家时,阿翔负责整理行李,谁知道晚上一打开行李箱,最爱的枕头竟然不在里面。 这让她超崩溃哭喊。 小孩很重要没错,但我觉得你太过分了,你婚前婚后也差太多了。 以前你都会记得要带我的枕头,这个旅程一半已经毁了,因为我没有我的枕头。 不过还好后来两人还是和好,一旁的王彩话听了,笑说,奶宝奶老公不安心吗? 结果钟心灵竟然偷枪,阿翔的胸膛挨,难怪奶要枕头。笑翻全场。 还好两人最后没事了。 不过有时候真的要多关心另一半,你不在意的小事情可能是对方的大事啊。 谢谢大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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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。